HELLO 大家好,我是Yang 最近跟一位朋友聊天 他就說自己的屋子沒那麼大 很難像我這樣 經常都把箭出來 開了耳朵 或者在這麼乾淨的床上去做運動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說 做運動和你家大小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幾個月前 我的屋子還是很小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G或Facebook 你都會看到我整個斷捨離的進程 或者整個搬屋的進程 那時候我和我兩個小朋友做運動 是需要分別在家的門角落去做 互相去遷就一下 甚至有時候他們會騎上我的背面去做 其實也是另一種親密 但是如果你的屋子大一點 你可以多放幾張帳 其實小有小做,大有大做 今天我就決定不如這樣 我們試一下做一些運動 是站在這裡做的 是無論你任何時間都可以做的 特別是我很喜歡看劇 當我播放劇的時候 我絕對會繼續做運動 不要浪費了一些時間 今天我繼續跟大家做五分鐘的運動 這套運動不是好劇 你記得所有的初學者 所有人都會適合做的 在這五分鐘裡面 我們是不會有休息的時間 但是動作很簡單 盡量令你不需要心思考太多事情 這套運動專門 訓練我們下半身的肌肉 當我們下半身的肌肉是訓練得好的時候 我們整身都會有很好的超脂效果 好了,我們一起努力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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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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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簡單的 所有的動作 大家應該都會做和處理到的 只要你們每天願意花5分鐘 甚至在看劇 可能是看1小時 那你就做3組或者4組 你的下身肌肉很快就會很結實 亦都可以確保你大腿外內側 整個大腿的肌肉都可以結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下次你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了 下次再見 拜拜